觀眾朋友們你好 持續加入的是九點熱話題 我是錢麗如 來看今年的國慶大典致詞 依舊藏了非常多的端倪 立法院長韓國瑜致詞的時候 總共提了16次中華民國 強調中華民國才是我們的國 而外界解讀 這是要跟賴總統的祖國論 區隔立場 緊抓中華民國的論述權 主席公請總統指揮民席 國慶大典總統賴清德致詞 結束後 韓國瑜上前 兩人握手行李如宜 賴韓座位隔著第一夫人吳美如 三人沒有特別多的互動 身兼國慶大會主席的韓國瑜 每個環節都展現親力親為 看表演還看到太出神 忘了回座位 直到李斌小姐上前提醒 韓國瑜才不好意思的回到位子 忘了小流程不要緊 重頭戲致詞 韓國瑜沒忘 要把中華民國講清楚 強調中華民國論述是近一個星期 韓國瑜著力最深的事 因為10月5號當總統賴清德 拋出祖國論 同時也說出中華民國生日快樂後 韓國瑜評論賴總統發言 講得非常好 被認為是認同賴清德發言 掀起反彈 因此在國慶前上節目的訪談 韓國瑜都不放過解釋的機會 感動的是賴總統講了中華民國而不是認同祖國論 韓國瑜在國慶致詞 再提16次中華民國產明嚴正立場 TVBS新聞消滅正 李敏珍綜合報導 當然今天也是總統賴清德第一次的國慶文告 延續就職演說重申了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此外他兩度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稱呼對岸 跟先前前總統蔡英文過世用的北京當局相當不同 總統的國慶文告再一次強調兩岸互不隸屬 現在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這當然也是延續就職演說時的基調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權體 由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由此可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稱呼對岸 學者分析其中蘊含的自然是兩國論概念 對北京的方面主要就是兩國互不隸屬 那這一點其實它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因為當520公開講出這樣的立場的主張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強烈 賴金德總統在兩岸政策上跟路線上 應該已經是非常的確定 能夠調整的空間我想才是非常有限 因為算一算總統的國慶文告 幾乎多以中國來稱呼對岸 前總統蔡英文常用的兩岸僅有兩次 但回顧蔡前總統的國慶文告 去年兩岸用了十次 前年也有九次 至於中國各一次 有時則會出現北京當局 與北京當局發展雙方可接受的互動基礎 以及和平共存之道 儘管總統總說兩岸政策延續蔡英文路線 但在史觀極論述上仍有些許差異 TVP新新聞李國正氣煥柔 台報道 賴總統今天的致詞也提到了 明年度中央總預算案 而針對總預算案卡關朝野和解犯 預計明天登場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喊話 希望行政院長卓榮泰展現誠意 我們把時間交給宛容 原定要在上個星期五吃的朝野和解犯 終於在明天中午要登場了 那麼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也再度喊話著行政院長卓榮泰 他說相信在立法院長韓國瑜的帶領下 朝野一定可以發揮智慧 但是卓榮泰必須展現誠意 面對國會這所有的問題 就能迎刃而解 但不只國民黨黨主席喊話 其實民進黨黨主席 也是總統的賴清德 也在中常會上面有一些指示 他希望現在這個治水預算 能盡快的審議 讓治水工程可以順利的推動 但國民黨現在堅持的立場 到底是什麼呢 他們就是認為說 這個禁法補償的預算 一定要盡快的來補邊 另外工糧的收購價格 也必須提高5塊錢 還有健保點值必須達到0.95元 這三個訴求是缺一不可的 而現在我們也知道 朝野的狀況是非常對立的 像在昨天 這個援助民族委員會的委員會 裡面的委員 現在藍白他們就是聯手 以人數優勢 把這個原民會的委員改為無幾值 所以這一頓和解犯 預計在明天中午登場 出席名單也已經曝光 而四度卡關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今天出現在 賴總統國慶文告 他特別喊話朝野間要合作 更直接點名了韓國瑜跟卓榮泰 總統賴清德國慶文告 特別關心卡關的總預算 喊話跨黨派朝野要合作 這是釋出善意還是暗藏刀劍 因為在國慶隔天 幾經波折的朝野和解犯 十一日中午要登場 這預算卡關 立院總境一度傳出 再也要看總統國慶 談話內容 在考慮這飯吃不吃得成 意思就是不破局 但能否破兵有待觀察 同樣民眾黨也點出這問題 不僅空洞 而且講起來非常的心虛 真正最大的詐騙集團 正是賴清德政府 認為總統口說團結 但似乎人敵我分明 不過不因賞和解犯 以朝藍白 四度退回的總預算案 將在十一日中午登場 除了雙院長 韓國瑜卓榮泰會出席 立法院行政院副院長 秘書長也會練習 而藍綠白三黨團幹部皆會到場 我們沒有看到團結台灣的實際作法 總統只談他的夢想 就盼著飯局能為預算跟朝野間注入和諧 今天國慶大典有超過四千名的僑胞共襄盛舉 還有來自台中的愛國婆婆 他準備了五百件的國旗衣 免費發送給民眾 而今年也有非常多精彩表演 三軍樂儀隊氣勢磅礡震撼全場 國慶大典重頭戲 國防部三軍聯合樂儀隊 奏起磅礡音樂 步伐整齊畫意震撼全場 三軍儀隊跟著節奏 秀出精湛槍法 宛如複製貼上 國慶大典國歌環節 特別邀請古丁頭戰役 三位高齡90多歲的老兵 與尼泊恩合唱團一起領唱 今年雙十國慶 還有4140名僑胞來到大典現場 很感動 有的時候可能會 眼淚都會流出來了 出國也好久了 四十幾年了 那一有空我就想要往自己的國家跑 因為還是有溫暖的感覺 有一個感覺 不遠萬里回國的 還有這位坐了33小時飛機的阿根廷 敲包 一整排大紙箱裝滿國氣帽 國旗衣 這些都是他來自台中的愛國婆婆 帶來發給民眾 愛國婆婆去年一度因病缺席國慶大典 今年滿雪回歸 六點就到現場開始布置 用實際行動慶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TVBS新聞 劉立成 莊凱玉台北採訪報導 中頭戲當然還有國慶煙火 今年在雲林高鐵的高鐵特定區登場 晚間八點鐘開始施放大約三萬發 持續施放了四十一分鐘 創下史上最長紀錄 我們連線記者核冠一段來看 今年的國慶焰火 在雲林 胡偉鎮高鐵特定區登場 從晚間八點開始施放 有四十一分鐘約三萬發 而這次也特地融入雲林獨特的文化元素 同時會有交響樂 相互搭配帶來視覺與聽覺的雙重盛宴 來看一下現場畫面 在雲林高豪中還是你們節可 在雲林高豪中心安排 雲林高豪中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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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主办单位选择呈现现代与传统融合传承 越在地越国际意向的主视觉 现场还有歌手黄飞 李千娜以及霹雳布袋戏等表演 云林现代府预估30万人前往观赏 一起感受国庆氛围 好 我们刚看到国庆烟火是非常的热闹 除了在云林 其实在台北的民众 同样可以在101看到烟火 刚上任101董事长满月的贾永杰也抵达现场 和民众一起帮国家庆生 我们马上连线记者吕宗宇 国庆日台北101也加入庆祝行列 晚上8点史上第一次首撇雷射光雕秀 并搭配建筑灯光和点灯打字 还在加码持续一分钟的烟火释放 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吕宗宇 好的 可以看到这次的光雕秀 呈现出台湾各地的风情 有代表台湾的津片和珍奶 同时还有中华民国国旗 祝国家生日快乐等字样 并在最后持续一分钟的烟火释放后 画下完美句点 而国庆日是总统府光雕展的最后一天 因此在今天晚间 总统府先也挤了满满的人潮 好 我们连线记者李宗泽 好 2024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 8号晚上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今天国庆日晚上是最后一天 你可以看到现场在总统府前面 聚集了满满的人潮 这些民众都是要来一睹光雕展的风采 我们带你来看现场画面 没看过这么大的车袋机啊 你想看什么 这里有台湾特色的车袋机 大网友干嘛叫 什么时候干嘛叫 有本事的 干嘛叫音乐什么都有 有银行 有玩具还有漫画 那咱们怎么扭你出来 就该说咱们扭的吗 呵呵呵 有个的咯 下家里就是我们的超能力 哇哦 我们紧紧的几秒 一二三 我都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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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法阿嬷真的好可爱啊 把风格逗得一下子哭 一下子笑 可以看到这一次光雕展的亮点 就是今年的主题聚焦 台湾动漫画超过43部的经典作品 包含像是诸葛四郎 还有魔法阿嬷等等 而串起不同世代的记忆 就是要来邀请大小朋友 一起来欣赏这场属于所有国人 和各世代的光雕展演 今年国庆大典上前总统马英九 因为总统赖清德的祖国论 他认为将把台湾推向险境 因此临时决定不出席 至于前总统蔡英文跟陈水扁 则都有到场 两个人有说有笑 前总统陈水扁第一个抵达国庆会场 手持拐杖白衬衫绿领带 这也是他卸任后首度参加国庆大典 另一位同样也是卸任后首次参加的 就是前总统蔡英文 扁蔡两人边看表演边聊天 蔡英文笑得开心互动家 大会主席韩国瑜致辞时也特别提了一下 前总统陈水扁总统 前总统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回去后四小时脸书发文 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 还附上一张照片 但却刻意咔掉右边的阿扁 左边还留有一个空位 不免让人联想 这空位是在只因不满总统的两国论 临时取消不来的马英九 朝野在预算上已经剑拔弩张 赖总统一翻祖国论 恐怕让双方关系更紧张 蓝英部分虽然前总统没来 而新北市长侯又宜是首度参加 和台北市长蒋万安聊得开心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参加完党中央升旗后 也敢来 三人都打上蓝色系领带 而前行政院长陈建仁和现任的卓榮泰 也有默契打了同款绿领带 看来就算不是主场 也会用另种方式表达立场 TVB的新闻 徐坤山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当然在国庆大典的座位安排上 也充满了满满的政治学 除了马前总统临时不出席 朱立伦 蒋万安 侯友宜都来了 另外大会现场依旧有为柯文哲保留座位 相信再次把时间交易宛柔 在今天的国庆大典上 贵宾们的互动也是蛮有趣的 先来看到这一组是两位前总统 先来看到是前总统蔡英文 以及前总统陈水扁 他们的互动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热 两个人聊得很开心 不过特别的是 其实在前总统蔡英文任内 这八年时间 前总统陈水扁都没有来出席过 国庆大典的 那原本今天他们旁边应该还会再有一位前总统 就是马英九 这个马英九原本也说 他在今天出席了国民党升旗之后 他也会来到现场的 不过就在出席完升旗典礼之后 他最后一刻突然宣布说 他今天不来了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他认为 这总统赖清德主张的新两国论 严重了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 所以他不出席 但是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以及双北市长蒋万 以及侯友宜都来了 那再来看到 另外还有就是民众党的党主席 柯文哲 他目前是因为这个土利案 被积压境界中的 但是这个韩国瑜 还是替柯文哲留下了座位的 民众党也表示说 非常的感谢 这谁有高度可以说是昭然若揭的 不过黄国昌依旧是批评总统赖清德 认为说总统赖清德是非常揽权的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门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BN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信息 待你一手掌握 而在国庆日这天 民众党下午号召小草在西门町集结 声援被羁押的主席柯文哲 而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也现身 他一阵鼻酸 向司法喊话释放柯文哲实现公平正义 听到支持者鼓励柯文哲妻子陈佩琪 一阵鼻酸眼眶泛泪 上周才婉拒韩院长邀请 没出席国庆晚会 陈佩琪在国庆日当天力挺丈夫到底 总统文告里面少了一项 那今天我坐在下面的时候 我一直握着他少讲的一项 司法的公平正义性到底是在哪里 请还给救人无数的科医师 请还给我的先生 请释放他 民众党号召小草在西门町集结 除了党公职还有馆长陈之汉也来声援 黄国昌更是讲道落泪 反击赖清德不敢提司法改革 上午在国庆大典 民众党八卫立委都现身 还穿上捍卫正义T恤 因为柯文哲被羁押 没能参加 倒是座位保留给他 就贴上台湾民众党 但黄国昌说 内政部本来没有安排 柯文哲的位置 是韩国瑜和他们表示不同意见 才保留下来 两相比较是有高度昭然若揭 但庆酬会发声强调 邀请贵宾参加管理事宜 非由内政部决定 而是依照往例进行 最后决定的不就是大会主席 韩国瑜院长吗 整个过程 我都与韩国瑜院长 还有院长的办公室 保持非常密切的沟通 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位置安排和互动都成焦点 有些黄国昌步入典礼会场时 神情严肃 有挥手和几位来宾致意 但坐定位之后 几乎美汉坐在旁边的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 有任何互动 国性大点绕灯场 和民进党民众党 关系持续冰点 形成对比 第一位新闻中和报道 基隆市长谢国梁 罢免案投票倒数三天 有拆梁志工控诉 他在网路上面 因为宣传罢免 遭到不明的账号 恐吓要开枪 另外呢 蓝营大咖 今天持续在基隆 陪谢国梁扫杰 支持谢国梁 不同意罢免 罢免投票 就是最后倒数 基隆市长谢国梁 国庆日持续扫杰 陪着他的 除了蓝营立委 还有远道而来的 张焕姓长 王贵梅 每一双手都不放弃 十号傍晚 钱中的马英九 也三度来到基隆合体 投票最后倒数 谢国梁扳出人的海战术 但如今却有拆梁志工 出面控诉自己 与小孩的个资跟脸书 被散布在各大地方群族 头像是我的照片 是我的名字的账号 来攻击我 他开始用我小孩的名字 作假账号 然后在下面留说 我是个不称职的家长什么的 距离选举还要三天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 在这一段时间来 最重要的是要遵守法律 在绿营院陪同下 一一将事件还原 而在此之前更有拆梁志工 优先自己的生命安全 遭受严重威胁 就是这个人在那个三万人的 一种的社团里面 公开的恐吓要开箱 他说我的生命会没有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我昨天整个是光了手脚 所以我后来半夜 有跟那个张之豪议员 一起再去报告 切记 谨守法律 毕竟投票日 最后前夕再多指控 也难以厘清 TVB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